凭借着扎实的业务能力和精明的经营 乌达克在上海的建筑界名声雀起 乌达克洋行的业务也是蒸蒸日上 乌达克决定在上海安一个家 这次他选择了西郊 这座西班牙风格的建筑现在被称为孙科别墅 其实这是1929年乌达克为自己设计建造的私人别墅 这座占地8000平方米的别墅花了乌达克很大的心血 整幢建筑线条简洁色调明快 平缓的简瓦屋面 半圆的落地大窗 配合正面装饰性立柱 凸显典型的西班牙建筑风格 充满温馨和平静的气息 我们现在还能通过这幢充满艺术气息的建筑 感受到乌达克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视和渴望 但是这座美丽的建筑 乌达克一天也没有住过 我现在的建筑 我现在的建筑 我们现在一个小时的建筑 但现在开始建筑新建筑 这些建筑终结束了 终于建筑的建筑 我终于建筑 我现在的建筑 我给了建筑 我之前建筑的建筑 我建筑的建筑 一年之后 也就是1930年 乌达克在不远的地方 又买下了一块地 他对于家的渴望 没有改变 2012年7月 陈中伟又一次来到了西郊 一幢有着80年历史的老房子 正在修复 陈中伟主持这次修复施工的设计工作 而这幢房子过去的主人 正是乌达克 我们的修缮是按照历史的原状 参照了乌达克设计的原始的图纸 包括好多资料 经过多次的专家评审 按照乌达克生前的状况 进行保护性的修缮 高耸的壁炉烟囱 对称是山墙造型 外露的深色木构架 乌达克新建的这幢建筑 拥有浓郁的英国乡村风格 乌达克还特别设计了一块很大的花园 让他的孩子们可以步出家门 就能有广阔的空间可以玩耍 而在建造这幢充满浪漫与温馨的住宅时 乌达克还利用了很多特别的材料 在乌达克旧宅的修复过程中 我可以发现就是它里面很多的建筑材料 木地板的宽宅都是不同的 甚至于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这个显示出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个状态 就可能是因为一是它的建设时间周期比较长 二也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 它从别的地方有一些剩余的材料过来 来建造这个房屋 所以也可能出于一部分经济原因 房子落成之后 乌达克全家就搬到了这里 一住就是八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别墅建在西郊 一时间西庄革履和飞扬的裙脚 在这里摩肩接踵 吴农阮宇和阳吻混杂在一处 外形迥异的 风格独特的别墅不断涌现 不同国家典型风格的建筑 都可以在西郊建造 ね 美论 转匀 第1位 你 先 我 有 我 有 陈 ro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